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我的包忘拿了 瞧你 什么记性啊这是 对 我的记性不好 哪有你的记性好啊 这有病是吧 你才有病呢 我跟你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别惹我 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还不好呢 走开 妈你干嘛呢 我给马赛买过一件睡衣啊 又合适又好看的 怎么从来没见得穿过呢 以后马赛的睡衣由我来找 您去歇着吧 我不提醒你能行吗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 就只想着自己 你能不乱翻我的东西吗 我倒是不想乱翻 可他这两天都没穿睡衣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睡觉连睡衣都不穿 这什么个什么呢你这是 你看你妈干嘛呢 我妈状态不好 她爱干嘛干嘛呗 我看她状态挺好的 训人的时候有板有眼的 你少说两句啊 我告诉你 那个箱子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别整天打着神经病的幌子 乱翻我的东西 那如果不是你穿的妈 就认什么干儿子的话 她能这样吗她 就算我穿的妈认干儿子有些不妥 可我也没让她抱人家呀 袋袋那都是一个快成年的大小伙子了 她怀里抱着一个大小伙子 你觉得正常吗 你跟谁学的这是 事实就是如此 什么事实就是如此啊 谁看了手机上那种照片 都会往外处想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你这是在撕我的老脸 你知不知道啊 范玉桐 妈是长辈 你怎么说话的你 正因为是长辈 她就更应该懂得自重 更不能为老不尊 太过分了你 我过分 看看这个墙上 再看看这个家 你们觉得这个家正常吗 别人的心房 都是挂着新郎新娘的照片 我的心房 凭什么要供着你的照片 如果你心里正常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倒是说呀 这是我家 我把我自己的照片 挂在我自己的家里 这再正常不过了 这有什么可过分的呢 你挂在哪儿不行 干吗非得挂在我的心房 你说正常 马赛都这么大了 你还跟她逆逆歪歪 搂搂抱抱 她都已经结婚了 你还跟她睡在一张床上 我的心房里 却挂着你的照片 你觉得这些都正常吗 你说呀 这正常吗 你闭嘴 你说 你快点说 你肚子里孩子 到底是谁的 我问你 你肚子里孩子 到底是谁的 谁的 我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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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总理这个家门 我就一直忍着 让着我憋着这口气 我告诉你马赛云 就是你不做我也快疯了 雨桃 对不起 雨桃 雨桃 对不起 雨桃 对不起 你放手 我放手 放手 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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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童 雨童 大夫 我是媳妇情况的怎么样啊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注意观察 妈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一会儿就好了 雨童 雨童 你醒醒啊 妈 妈 你回去吧 她都这样了 你就让我待在这儿吧 妈 你别在这儿 又有什么用呢 妈 让妈再留在这儿吧 我先陪你回去 我哪儿走得了啊 我能放心吗 我能放心吗 这么多人留在这儿吧 我们留在这儿也没用啊 真要护理的话 还得三班倒呢 走吧 回去吧 妈 妈 走吧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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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再怎么担心也于事无论过 我是好怕 你是真要想逗定的呀 你怎么对得起玉童 我怎么跟马赛交代 乔姨 真的是妈很过分吗 您这照片挂在马赛的心房里 是有点不太合适 妈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雨童也没有错呀 咱们家这种情况 无论是谁来当这个媳妇 都很难做 我 雨童现在也肯定一肚子外居 妈也没为难她呀 我就是有的时候 挺看不惯的 妈 您这一辈子风风雨雨地经历了那么多 您考虑事情肯定很周穷 很兴趣 可雨童她不一样啊 她才二十多岁 思想跟您有差异 所以 有些事情上 你还是应该多迁就迁就她 你 quiz我还请她 你人心相当有何不赢 你不要不赶钱 她等于林渣 你还敢不赶钱 这是你 大夫ん 有吗 大夫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醒了 要不先喝点水 你想吃点什么 我帮你去买 好 我知道你不可以原谅我 可你别这样 你占一言不乏的 我 我真的比任何惩罚都让我难受 你知道吗 你说句话吧 大人是骂我 你骂我都成 米头 我知道你错了 我不该打你 我 我真的挺后悔的 我当时候 我怎么就那么冲动呢我 你原谅我吧 好吗 要不 要不你也打我一顿 你想怎么打都行 来 你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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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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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你走 什么事你说吧 你走 没有你这么心事问罪的吧 我有心理准备 你这么长虚短叹的 好像是 赵海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什么 雨童这一次 她是真的不原谅我了 她 她最听你的 你帮我劝劝她吧 我和雨童吵架了 我亲戚之下 我打了她一巴掌 你打了她 她 她已经两天没有跟我说话了 赵海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也最听你的 你帮我劝劝她吧 马赛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糊涂 梵雨童 已经不把我当朋友了 什么 难道她没跟你说吗 你们也翻脸了 不会吧 都是因为你 我们才做不成朋友 说心里话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看不起你 什么 我觉得你是个 唯唯诺诺的男人 今天 你改变了我最初的看法 我终于明白了 范雨童为什么那么爱你 义无反顾地要嫁给你 是因为你善良 从来不把人往坏处想 你真是一个傻瓜 赵海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说 你是个不分好赖人的傻瓜 赵海 现在雨童躺到医院里 我是在找你帮忙的 你去对我说这些 雨童 马赛打电话说你醒了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你怎么样好些了没有啊 雨童 妈跟你说话呢 我想一个人待着 好 你要是不分开 你现在该是个孙子 你现在最讨厌的人 就是我 不会的 雨童不是那种 小肚肌肠的人 等她伤养好了 就没事了 我看得出来她恨我 怎么会呢 前段时间您生病 宇童请假在家照顾您 忙前忙后给您擦给您洗的 难有一丁点嫌弃你的意思